这里是来点光明灯 今天是这个节目 甚至我本人进入广播界 开播以来最阳刚的一集 因为今天最阳刚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冲浪 这在我人生里面几乎不会发生 对聊节目里也是那个一个冲浪 我的我最常在他的动态里面 看到跟冲浪有关的事情的田广润先生 对甜甜 你的麦克风可以拉的靠你近一点 对对对 对因为因为我我其实是在 你你是我就是改变交友方 因为我以前改变交友方式 我跟你说因为我以前很少跟网友深聊 就是我我其实有一有一块 今天我们的网友见面会 对我们第一次见面 然后因为我有我有一一块是很不喜欢去 去怎么说 就是那个我的没自信比较属于这一块 对因为我是一个太 太太大辣辣的人了 对然后因为我以前得罪过的人 然后我也反正我有很多对就是很 这是很带刺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现在后来我就有点害怕 可是我这两三年开始 很努力在社交软体上面交朋友 对然后我发觉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得到一些成就感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觉得感觉大家好像比较喜欢跟我聊天 有有有我觉得跟你聊天还蛮舒服的 但我跟你每次只要聊超过十句以上通常都是有点喝醉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我会非常真心 就会开始有一些 对很真心的话 深入的对谈 对这个节目或这个单元都是 其实因为我现在还蛮放松的 就是我的生活状态跟 对因为我觉得我跟你的背景可能有一点点相似 因为我之前也曾经有过专辑 但是我对于目前的事情在那之后彻底的没有兴趣 有前几天还要看了你的MV 对对对对 倒也不用了 然后然后反正你也认不出来是我啊 认得出来好不好 然后我就不想做了 所以我就回来做幕后 然后现在是我很开心的阶段 那因为你也去陈丁才比赛嘛 然后你的吉他形象对我来说也是一直很有印象的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因为你的名字也很特别 对很多人 因为我是日本人 没有我觉得你们家开饼店 对 润饼店 对因为田广润听起来很像卖某种饼的店 因为田跟广 跟润三个字都跟饼有关啊 真的有道理 对啊广德新饼行之类的 你要扩一些新的产业的店面吗 我不想再做生意了 对啊 开润饼铺这样 然后我因为我早期IG的逻辑是我都乱加 我只要大概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就加他 我觉得以前有一段时间 大概就是这样 对 就这个社群人体刚有的时候 大家都就觉得就加加看也不知道会怎样 对 然后我们俩就突然有一天真的聊起来 对 对 但我也不知道原因 不过可能因为我们中间也还算有很多共同朋友 所以我们算是不会完全性的陌生 一直以为你是我学长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我搞到后来原来不是 真的不是 然后因为后来我很常看到你在做冲浪啊 对 那因为我个人的冲浪经验就那么一次 算两次啊第一次去我没有 然后没有是没有冲 没有下水 对我就是先因为我是抱着一个戒胜恐惧的心 对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让我很害怕的活动 可是我觉得海边的人都蛮帅的 其实 对我所以我会去 然后呃在那个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是准备要下准备要下水了嘛 然后因为那个那是一个夏天 然后我的朋友那时候是我的发型师 对很久很久以前的发型师找我去蜜月湾 哦哇那真的是蛮久以前 然后蜜月湾那时候我就去 然后结果一下水 就是因为你很快就会跌倒嘛 你就站不上那板子 然后跌倒了第二下 然后我就被水母遮了 大概大半个前臂的右手 哎呦很痛耶 那不太会好耶 我就没有再去过了 果然是人被伤害第一次 对就是这样 我就是那个草神一直没有离开我的 对那个人十年怕草神 像陶姐也讲过 他以前第一次去充当就被浪板开到头 然后就摘不去了 哎浪板也打到也很痛 很痛超痛那真的会鼓会鼓都会裂掉 我其实有一个朋友啊 他真的就是在被浪板敲到脊椎 然后他现在都还要用拐杖 嗯 对他现在没有冲了吧 他没办法冲啊 没办法冲啊 对啊 但是他是一个很 我很乐观的一个朋友 不然要是他他早就 对啊 早就不继续生活了 因为其实大家会觉得冲浪感觉 看起来是个欢乐又 就是很chill的活动 好像不用想太多 嗯 但是其实人越来越多 大家不太知道那个板子的 嗯 呃 伤害对其他人的伤害性 其实 可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冲浪的人越来越多 我觉得就是因为疫情的 抱负心里面我造成 我个人觉得 是这一年 对因为我觉得以往我冲大概六年了 但是我觉得今年 你的浪龄六年 对对对 还好啦还算踩 对中等中等 哦对因为那冲浪教练都十几年 对啊就是小五岁就开始冲啊 冲到大学毕业这样 有必要吗 他也是住在那种澎湖海边也是 他们就是这种 对是不是台湾的东边比较好冲浪 其实我觉得嗯我刚好上上礼拜台风去了西边冲 其实浪很好 但是我觉得东边的坦白说就是水比较干净 什么样的浪叫好 呃浪好的定义就是很多人对浪子会看出他的大跟小嘛 对 然后恐怖恐怖 然后水干不干净就这样 可是其实真的好浪是你会看到他拱起来的那个那个面 就是我们叫他那个face或shoulder他很强 然后他不会就是一次整排这样盖下来 你会看到一条路径是你可以在 很像玩滑板不是有那种U型的那个 哦 所以他会有一个小弧度让你可以压在上面 对 没错没错 你可以在那上面做事情 天哪那不是漫画里面才有的弧度吗 没错 对啊 而且那个弧度对我来说很很美好啦 就是其实喜欢上冲上就是会看到那个东西 因为你通常会觉得水是平面 水是软的对 但你在那个浪的浪壁旁边他是有点违反重力的 那个浪子弓起来很像一个墙壁 哦 然后你可以看他手可以这样戳进去 可是他却又那么有力量 对没错 那你其实还看到里面的鱼啊或者什么 就是你在 哦我有看过那个画面 对那画面就我觉得很酷 就是哦 听起来好浪漫哦 但是一开始是谁带你去 还是你自己有兴趣 一开始其实是我那时候做完就是巡回的家手去当兵 嗯 然后刚好高中的好朋友约我去 他就说哎反正你当兵无聊 现在好像升强体负我去充个浪好了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还有那个 还有昆凌 因为他是我朋友 哦 懂 然后 那时候还不是周太太 对对对 然后反正大家就去这样乱冲一下 嗯 然后因为我小时候有玩滑板玩蛮久的 嗯 然后就就发现还还算好上手 然后后来又碰到一个也是高中同学 他已经冲了六七年了 嗯 对只是他就说哎你怎么在这 对对你从来没出现在这过嗯 我说对啊第一次来 他说你以后就跟我来好 我说那几点要出发 他说嗯 呃半夜三点半 我说蛤 为什么 清晨会比较好吗 还是 清晨应该说人很少 哦 就是平常你看那种巫石港已经挤到不行 你清晨去就是对对 然后而且那个日出是当时对来讲很震撼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几年以前那几年在台湾没有那么长到处跑嗯 然后是当兵那年好像比较常在台湾找一走去 然后就觉得哎原来宜然这个日出这么漂亮就有点吓到嗯 然后就觉得叼住那个感觉哎那不然就常就是清晨去啊嗯 反正当兵就不用花脑筋 对好像是对对对对有体力就好对对 只要能先度过那段时间有浪就弄他说什么弄什么 没错没错 但是但是你中间是有出过国一阵子 你说在不管是是念对对对哦 没有后来就是因为跟朋友开了一个科技公司哦 是在美国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也好像有这个印象 对对后来就有点就是慢慢把重心转移到创业上面嗯 对那那个创业之后呢到现在 创业就是现在还是就是公司就比较稳定啊 到后来有人投资之后就比较稳定 哦所以你所以你算是一个呃怎么说怎么说 中小企业的老板呃可以这样说对对对对对对 这这个蛮蛮帅的这个故事就我我跟我爸都蛮低调的 嗯对因为我觉得除非把公司做到很大很大 我觉得再高调一点 我觉得你跟我李安安两个人可以自己对 有一个投资性的对话这样了解对以后感觉 可以早点来聊一些投资股票啊什么的 我是没有玩股票哦但是开公司你有兴趣 对我觉得开公司因为我喜欢那种零到一的感觉 然后也跟音乐无关这个就是我完全无关对 哎零到一的事情我懂哎因为我其实本来就是没有想我 我我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凶无大致嗯但我大概是到三十五以后我才觉得我做什么事都想让他变成事业啊就是我开始感觉到疲倦或累的时候你就会希望这件事情有一个足够的成就感来支撑嗯嗯真的真的对因为像音乐这件事情当时对我来说就是得不到太足够的成就感跟实际点来讲他也没办法维持我的生计嗯嗯 对所以当我回头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需要鼓起勇气嗯我只有觉得哦我是回到舒适圈了解了解我反而是这样觉得 对啊我觉得也很好啊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冲浪跟音乐跟事业现在对我来说是几乎是慢慢把平衡拉回来嗯因为刚进刚开公司的时候其实就是你也会受到很多质疑可能是呃你以前做音乐的为什么要科技业来啊你会写成事业啊 诶对我不懂为什么做音乐的人在基本条件上都会有一个比较低的阶层哦我觉得坦白说是因为就是你可能做音乐你就会很外放嘛然后你的社群形象也就是比较这个方面我懂比较威胁一点对或做工程类的这些人就觉得是比较不正经的事我觉得台湾说还是有一种这种我懂主持人好像会比歌手稍微低一点点然后歌手好像对位主持人很威耶我觉得 我觉得主持人蛮厉害的主持人反应很快但我觉得这个这个年代比较还好嗯对啊就是我觉得世界比较平嗯对啊我也觉得然后只是说不同行业还是有些gap你要去把它填起来我跟你说我中间其实在那个进到唱片公司之前 诶进唱片公司之后到现在进制作公司之前嗯我其实去了一个传产哦对这个传产的故事有点有趣因为当时我是刚要离开我在做amr的唱片公司啊然后那个唱片公司是我很喜欢的一个label 哦对其实就会对其实就会给亚神了大家知道嗯OK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原创性很强的然后里面的艺人我都很喜欢嗯所以我在做在那家公司工作的时候是一种甘之如鱼的心情哦就每天心情都好好的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专案吗就是你知道歌手除了自己的唱片商业人什么节目之外就有很多专案专案我就认识了一些 传统产业的人 那那个产产呢 其实是一个纺织公司 然后纺织公司就 有兴趣 然后想要做自己的品牌 然后我就被找去 有点像是预备 预备要成立那个新的公司的 那个状态 然后因为我没有 反正我就是直接对老板的那种 中间没有人 中间只有一个秘书 在帮我们传话 但是我后来发现 我有点水土不服 对 但那个公司是一个 很好的体质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 我不懂 就是我上班上不懂 对 我觉得像我到科技业 刚开始也有这种感觉 可是我觉得好处是因为 我们 我们是新创的小公司 就可能体制没那么大 就我觉得反而 就是一些规则是好沟通的 然后因为大家很多都认识 很久超过十年 所以其实对彼此信任很重要 我现在那个火锅店就是 他们是我 就是在发唱片的时候认识 他们是一群以前在做校园演唱会的小朋友 然后现在就做人力 做showgirl的经济 啦啦队那种 那很好 做自己很喜欢的事 我觉得那种信任感很重要 然后他们也 我也跟他们住过 就是他们曾经是我的室友 那跟我的partner也蛮像 真的吗 我那时候就是我们住一层公寓 然后我就自己 我一个房间 然后跟他们住 哦 对 所以是一起生活过的 很棒 对 那这样创业会有问题吗 你觉得 我目前没有碰到 可是我 因为我是不爱管事的那种老板 就是我是 我看报表 我不会去问细节 但是如果 反正我会 抱持 那个怀疑的态度的事情也不多 除非他到一个界线了 太容易看出来的 我才会 对 因为我不会 对这些 因为说实话 我没有真的在经营 对 而且 以那个火锅店来讲 我也比较像 公关层面的角色 了解 对 所以 我觉得我比较 红牌公关 红牌公关 真的 但是 你知道 要讲回 讲回冲浪这件事情 就是从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很喜欢去海边的人 所以 但是对于冲浪这件事情的本身 我 因为我其实是很难 持续一个兴趣很久 所以中广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难得的 职业 兼职这样 对 那当时对于 比如说像我打雨球 打一阵子 打网球 打一阵子 然后 冲浪那时候 我也就是 我就觉得我好像会受伤 所以我就没有抱着 想要继续的心情 受伤就受伤啊 我不行了 我不敢 我不敢冒这个风险 可是你有吗 你之前有因为冲浪而 我只有滑板手断掉 所以我相对觉得冲浪 对我来讲 因为水是软的 对 水是软的 就摔下去 心情好好好 可是 就是 就是自从 譬如说我去年去的苏门达大冲 然后就住在船上住了十天 这样 然后 那边的浪跟台湾就有 你根本就是李安要拍的人啊 对啊 然后他下面就是都珊瑚礁 就是比硬的地更可怕 好恐怖哦 可是你在船上住十天 应该是很深的那种吧 呃 呃 不会很深 他就开到岸边 然后就下毛 因为那边比较不会晃 嗯 对 所以水不多就OK 他就会停在那边睡觉 然后我们隔天早上上毛 每天五点就上毛 我懂 所以你只有房 等于是房间在岸边的意思 没有没有 房间在船上 就在船上 在吉隆坡转机转到那个印尼一个地方叫帕当 嗯 对 帕当就是顺美达达的首都 对 然后再到港口坐14小时的船 好有病哦 对 这真的好有病 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当初是一个朋友找我去 因为他跟一群葡萄牙人很好 嗯 然后他就说 哎 我觉得我台湾认识敢跟我去这种好像也只有你 好 你要去吗 然后我其实犹豫很久 嗯 因为他的价格蛮高的 现在叫你去你会去吗 哦 会 哦 就去了一次就觉得 一定要再去 哎 但我跟你说 我虽然 就像 因为我深爱日本 嗯 但是你现在叫我去日本 我都不会想要去东京 哦 就是我想要去乡下 对啊 我觉得乡下 因为我觉得其实冲浪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你会因为 你的 像我的旅游模式也变了 以前都常去城市 可是现在都是去那些 生命力旺盛的地方 嗯 就我觉得那边 譬如说像东南亚其实 你会觉得其实同样的路开起来 在台湾应该 就会人很少 可是那边其实人很多 反而是很像一个新一路塞车 结果它是一个山路小小的 因为你也自己开车 对 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 那个 你会看到很多风俗民情 我觉得那是蛮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是因为 是因为你求生意志很强 因为像我个人就求生意志很薄弱的那种 难怪 我的 我的原则就是附着 哦 对 计生 计生 我就是一个计生挂的 那很好啊 比如说教练很厉害 我就会死巴了他 然后比如说我去 因为像我没有学开车驾照 对 所以我没有汽车驾照 所以我都不开车 然后 我就是都靠别人 哦 然后去冲绳我就是找一个会开车的人去 那在哪 对 类似这种 但是那个水族馆我也不会再去了 对 太远了 太远了 对 冲绳也蛮漂亮的 冲绳很好 而且我冲绳也常常遇到冲绳的人 在台东的话 冲绳就是好像只有棒球跟冲浪两种 对 对 而且他们冲 我问我的详情是说 冲绳的浪年其实一般人都不太知道在哪 都是他们local的 你有去过吗 我去过但是没去冲过 没有去冲浪 我问当地人有没有地方冲浪他们都说没有 都不讲 对 那uncome 对 uncome 对啊 常遭 除了苏门达拉之外你还有其他特殊的 就像大家比较知道澳洲就也去冲浪 澳洲好像蛮多人 他算是让我开始认真冲浪的关键 嗯 就是第一次去的地方是gold coast嘛 就是那个大家比较常知道 可是其实 我因为听说有个地方叫byron bay 我就决定去byron bay看那边的人冲浪 嗯 因为那边是很有名 很多冲浪的服饰也要 或者板子的地方都在那 嗯 然后好时不时开过去 因为大概要五六个小时 嗯 我就决定找中间另外一个地方先睡一晚 哦 结果开到那边民宿一打开门想说那个浪怎么回事 那怎么一个人可以冲个三五分钟 然后我就问了老板说 诶 请问这是什么浪点 他说是全澳洲最多人最有名的浪点啊 我说蛤真的不是我 你也是歪打正早对不对 没错 那这样很棒啊 对啊 然后隔天呢我就 因为那时候人生第一步的时候就会很紧张 对 然后就去个板店就租了个板 然后那时候才冲了大概第二第三年 嗯 然后下去就 那个人那么多你就觉得又只有一个亚洲人就觉得 这个有点怆 其实神经都蛮紧张 嗯 但从一从你就会看到那个 你一直以来看到的某一个人 就有一个光头这样从你旁边滑出去 那我想说他好面熟 他不是那个世界最强的那个人吗 怎么就在我旁边 对对对 他叫Kelly Slayton 好梦幻哦 对 然后我就靠 看到偶像 那你跟他讲话吗 他点他 点头点一下 哇这个蛮 这个故事蛮精彩的 对啊 而且还是一个歪打正早 没错没错 那你后来有去那个你要去的地方 有有隔天才去 哦 但是我其实比较喜欢我歪打正早在那里 难免是这样的吧 对啊 没错 我之前也有一次是在 呃 记得好像是我去大阪的某一个 就反正我本来想要住每一天 但是因为我订不到 所以我订了一个有一点点偏远的小公寓 啊 那个是我所有住过日本去二三十次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区域 对 外打正早 外打正早 对 这是很很意外 幸好不是住到一些奇怪的地方 对 我目前还没有住过 还没有 觉得害怕 因为我也不敢住hostel 哦 也是 对 也是 但你应该有吧 有我有 可是好像还好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跟别人一起 我们冲浪的都住好时候比较多 哦 对对 就因为你其实没什么时间在睡觉 你就是可能十点十一点就睡了 而且也够累吧 对超累 对啊 马上睡 冲浪应该累死 或是露营什么都超累的 OK 哦露营 哦露营待会可以再讲 露营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兴趣 对 就像我们那个传冲 我们本来以为睡的会睡很不好 但没有后来就睡超好 习惯了 然后船上是无限的啤酒 可以 这我可以 可是我真的觉得 那个旅程是很 很 有点超乎你预期的 因为他那个 以前会觉得 你说苏门达拉那种 对 会觉得看一看 在山上看一些夜景啊 什么觉得不错 可是当你在那个无人的海域 真的旁边什么都没有 然后一艘船那边开 然后那上面就是 那个银河你都看得到 就很神奇 可以 这个可以 然后我们就听到那个船 然后就说 如果现在就会挂着 好像也没差 但这个叙述 这个叙述我大概只能待两天 对 即使我再喜欢 我都只能待两天 我觉得难说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觉得 给我一段时间想一想 好 等你等你 刚刚那一整段 其实我也归不出一个主轴 我觉得硬要归的话 可能是创业与冲浪吧 对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就继续这样 分门别类的聊下去 总会有一个结论 因为对我来说 创业其实也从来 以前也从来不是我的选项 但是 音乐这件事情 其实很难 主动性的变成事业 因为他需要运气 没错 对 然后你一定身边有很多 在除了比赛或在玩乐器 或是希望成为厉害的人 对 的人 的朋友们 这样 但那你自己的选择呢 那时候 我自己的选择是 我其实有一阵子是真的不想再做音乐 就是很大重心 因为当时 因为当时那个 好像赐平老师在谁 总之他已经把你形容成那个吉他之神 这样 对 但是因为你在那一群的选手里面 你在所有参加选秀的选手里是非常少见的 因为很少人会这样子 对这样往下走 的确 的确 对 然后 然后 我后来在大概四五年 四年前又被找去一个选秀 是那个什么中国好歌曲 嗯 创作的 对 然后anyway我也去 我就是 都彩排 去audition了这样 对 然后已经要进棚了 嗯 进棚的前一天呢 就他们就会说 就会要求一些 我没有觉得很合理的要求 对 然后但是在最后那一刻我就决定 我说算了 算了 I give up 对 完全不想再做了 我懂 就够了够了够了 这几年下也够了 然后我就不想做了对 然后就开始很认真的做现在的事情 可是你有外力吗 就是比如说家人或是朋友或什么 就是有外力在影响你 要做这个决定吗 你说当歌手的决定吗 对对对对 其实一直都没有 你都是自己的心在决定 对对对对对 其实就是我的借骨 那这个蛮帅的啊 对对 所以你人都到那里了然后最后你想说我不要 对就是我觉得一切我不想再回头一次 就是或许去那边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但我的感觉是 其实没有差太多 不过你现在在台湾以你的状态要做音乐其实反而相对容易 对我觉得现在让我很开心 现在的分钟让人很有 做下去的光明感 对感觉大家都看得到路 对对对对就是路虽然可能会窄一点 但是就是有一条路在那 对对所以你反而倾向现在用这种形式 对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跟我做音乐的初心很像 嗯就是如果他音乐成为你的全部的时候你对生活的感知也好你好像都会变得很 小心嗯就是我这有没有人听或者我应该要去钻哪个洞 但是直到我冲浪的时候有一些朋友说你不是做音乐的吗 然后我们冲浪要拍影片什么有时候听一些歌 台湾又没什么冲浪的音乐啊你还写好不好 然后我就回家想想很有道理 好那就写吧 而且就是我的live分享出去 我觉得很好啊 对对然后他就可以做到我真的很舒服的位置 我觉得我身边几个朋友 绝大部分的朋友有在做创作的 大部分都是最认真生活的那几个 就是持续下去的 比如说Hush也是很认真生活的 然后 艾良也是 他们是那种对歌手身份没有那么强烈的 对他们是那种大素颜什么都没差 他的明星感很 自己给自己的明星感没有那么强 所以相对过很快乐 对啊我觉得那个快乐才能再把它 好好的交代给别人 我觉得蛮重要的 对所以这变成一个让你 没有放弃的兼职 对对没错 因为我后来想想 我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会 就是你是不是只是突然做一下 我说不会我应该会一辈子都会跟音乐有关 但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人叫我做过它 我现在就是这样想 对啊就是放这条路放很远 我就算一年只出一首歌 我出到好几岁也很多首歌 其实对对啊 也蛮也蛮爽的啊 对啊对啊我觉得蛮好的啊 而且又很多很有才华的音乐人就是大家可以去 你身边也有很多在做音乐的朋友啊其实 我的团员其实都是一些正直的音乐人 哦都是正直的音乐人 相对你最兼职的 对 可是我最近比他们忙很多 真的 不过最最后我好奇的是 如果现在任何 在没有疫情的状况下 任何地方你可以任选去冲浪 或是像苏本达拉那样过生活 你有马上浮出一个地点吗 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不是很冷吗 对 我的愿望就是去冲那种出来 胡子都会就是变成冰柱的那种地方 可是那个是不是有防寒衣或什么 对对对对 相对的某些比现在冲浪还更高规格的需求 是是是技术也好 然后配备也好 对 但是我觉得那种如果你可以冲到一个浪 然后你看到极光的差不多 因为有这样的影片 我懂我懂 因为人生人生如果长到那里就非常完美 没错没错没错 可是哦不行 我应该只能去看极光那一部分 我觉得是我会感觉蛮可怕 可是它是一个那个温度 大概已经是零下了吧 呃如果没有结冰 气温应该是零下 嗯 然后我自己目前待过水最冷的大概是五度 在哪里澳洲 在Virginia 在澳洲 我知道 美国 而且那一天我没有穿防衣 我只是去游泳 就是什么都没穿 五度去游泳也蛮疯的啊 对对对 对啊 而且我还以为我看到鲨鱼 就是一只海豚 吓死我 我就游泳看到个棋跑出来 啊好恐怖哦 我准备要死在这里了吗 天呐 好险是海豚 冒出第二个 诶棋有点圆圆的 还好对 我懂圆圆的 可是真的很冷 嗯 但是我就觉得应该再挑战一些 再更酷寒的 OK 但如果你拍到那个影片 你搞不好 对 台湾第一人 对啊 因为我觉得冲浪的一大目的 就是探索人的位置的事情 对 然后其实去苏梅达到这个也是 会去做这个ball trip 应该台湾没有超过十个人 嗯 对对对 我有问过 就是大家都不太觉得 有点可怕 你会 你会刻意想要挑战那种 因为没人去而做的事 我就是这种 OK 很好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结论 对 比较半斤 因为我就不是 OK 我就会想 怎么样可以轻松的达到那个结果 那你比较聪明 小聪明 对 都是源自于懒惰 这样蛮好的啊 我觉得这样是蛮好的 而且很协调 就要有我们这种人 也要有你们这种人 对 我这次会去到18的年 那种 很好很好 对 那你从你的 我帮你拍 对 我帮你拍 好 今天这个创业与冲浪的结论 停在这里 我觉得非常完美 因为我们有一件 各自有一件 想要达成的事情 这样 对 所以希望 搞不好下次来 你就已经完成了这个 希望希望希望 台湾第一 那这样感觉好像不能太早来 最近不太行 不太行 没关系 或是我们再想到什么 再想到什么跟 别的再来聊 好啊 没问题 好啊 谢谢天广润 谢谢 谢谢谢谢